來看一下五星會召喚到誰吧 按下去 是誰呢 感覺很好呢 是誰呢 維維安 哎呦 胡中劍的原主人 好啦其實這遊戲的畫風還蠻好看的 強化攻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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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按到滿 哇超厲害的一定比主角掉 好走走走走走 打過來打過來打過去 看起來很像動作遊戲嘛對不對 其實它並不是動作遊戲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橫版遊戲 哇那就 啊靠 都 都 都給男主角玩就好啦 覺得如果這遊戲是個動作遊戲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玩的 但是它好像是個放置game 對 哇 哇 哇 太新爆了 真的太新爆了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哇 好久沒有來拍踩地雷系列影片了 希望呢不會讓大家等那麼久 雖然說踩地雷都會踩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呢今天呢 終於又讓我踩到一個就是 哇 踩下去之後我覺得我那個爆炸給我直接爆擊啊 OK 今天要推銷新遊戲呢 現在叫劍克物語 哇 它是一款看起來很像動作遊戲 但其實它並不是動作遊戲的一款遊戲 影片開始前呢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一下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每部踩地雷的影片哦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玩家怎麼打高進度的話 我們內文有副頻道的連結 也歡迎各位去訂閱一下 好 這一款遊戲呢 我就直接吐槽 一開始我居然不能取中文ID 對沒有聽錯 我完全沒有騙各位 大家自己看 我不能用Apple IOS的中文鍵盤來幫我的角色取中文ID 這真的是 這這問題有點糟 有點奇怪你知道嗎 這讓我有點傻眼耶 好 不只是這樣子 接下來到了遊戲之後呢 他一開始首抽送你這三星的法師 結果我要把這三星的法師裝上去的時候 結果 Guess what 我按冒險準備要打下一罐的時候呢 出bug了各位 直接跳到主畫面 讓我不能玩 有夠屌的 然後接下來我回到遊戲之後呢 又再度跑了一次流程之後 一樣沒有把三星法師裝上去 我就可以玩那一罐新手教學了 這真的有測試過之後 有測試過之後 有上市了 才上市的遊戲嗎 不太對吧 好啦OK 那吐槽玩了 我們來玩一下他的遊戲性怎麼樣吧 先把對事先登錄獎勵010 OK 這是什麼 新建招號獎勵 哇 五星角色召喚券 好好 OKOKOK 反正 應該是不會玩太多啦 應該是不會玩那麼多次啊 我們來開始吧 哇 601個 好啦我們就先抽這個好了 對我們就先抽這個好了 紅寶石 按下去 按下去 按下去會召喚到誰呢 一定是碎片對不對 這是誰 喔 抽中武器啊 好 OKOKOK 再一次再一次 這是什麼 哎呦 死亡騎士 帥帥的 好OKOK 來看一下五星會召喚到誰吧 按下去 是誰呢 感覺很好的 是誰呢 微微安 哎呦 胡中劍的原主人 好啦 其實這遊戲的畫風還蠻好看的 恭喜抽中五星角了 好 OKOK 好等一下再評論好不好 因為你們前面的bug 讓我其實有點 傻眼啊 挺傻眼的 真的 蠻傻眼的 OK 好 今日不要再觀看了 不要給我出現廣告 好 我們剛剛抽完之後呢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遊戲的課金項目 有沒有 成長大禮包啊 每月召喚禮包啊 每月召喚禮包 五星角的券券卷 哇3000多塊 有夠貴的 OK 這些都不是重點 好 每日簽到呢 對 這是每日簽到 一周年活動 哇有沒有 免費活動喔 達到20等周呢 又可以送一張五星角色的召喚券了 OK 好啦 蠻佛心的 OK 好我們把我們剛剛的角色 抽中的角色 編對進去 看一下 編對進去 對 統統編對進去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男主角 長得非常像什麼 你知道嗎 對這個男主角 長得非常像什麼你知道嗎 長得像那個刀劍神域的同仁啊 根本一模一樣啊 對 真的就是同仁啊 有沒有看到 有過星爆啦 星爆汽油仔 有過星爆啦 好啦 唉唷 可以升級耶 啊升級升級升級 可不可以一鍵升級啊 能不能一鍵升級啊 一鍵升級好不好 可不可以 他有沒有一個一鍵升級的那個方法啊 好像沒有耶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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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是什麼 神聖buff 噗啦噗啦噗啦 啊OKOK 我等一下再點 晚點再點 對晚點再點 啊這是什麼 強化攻擊力 啊強化攻擊力 欸強化攻擊力 強化攻擊力 對按到按到滿 哇 超厲害的 一定比主角掉 好走走走走走 打過來打過來打過去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直接開始啦 冒險開始 看起來很像動作遊戲嘛 對不對 其實他並不是動作遊戲有沒有 他就是一個 橫板遊戲 哇 那就 啊靠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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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男主角玩就好啦 那我剛剛 化智原 身在那個 你 身在那個委員安身上 是怎麼回事 是 是升級辛酸的是不是 是升級辛酸的是不是 我靠 我剛剛是升級辛酸的是不是啊 這個 有點 有點猛啊 那我 幹嘛練 對啊 那我幹嘛練 其他角色啊 我就他媽玩男主角就好啦 對啊 我就這樣就好啦 對啊 我就玩同人就好啦 我幹嘛玩其他角色 哎呀 欸真的欸 這遊戲有貫徹一件事情欸 主角超強欸 就都給主角玩就好啦 真的啊 都給主角玩就好啦 哇 欸欸欸 按錯了按錯了 我沒有要儲食了 我沒有要儲食 對我不會儲食在這種遊戲上面 好啦好啦 我看一下把武器裝一裝好了 對把武器裝一裝 對裝一裝 日本劍 好好okok 感覺很厲害 nice 好像很厲害 好走走走 打怪打怪去 打怪去打怪去 哇 哇 四萬多戰力 瞬間飆滿四萬多戰力 好 okok ok okok 不要不要再講廢話 不要再講屁話 就讓男主角一路新爆下去就對了 哇 各位有沒有看到 超新爆的 對 超新爆的遊戲有沒有 超級新爆的 啊對了 登錄七天會送那個雅典娜喔 對登錄七天會送雅典娜喔 哇 這個是一個 呃 我覺得我自己有點被騙了耶 就是 我覺得如果這遊戲是個動作遊戲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玩的 但是他好像是個放置game 對 哇 哇 哇 太新爆了 真的太新爆了 很帥啊 但是 欸 哇 好好好 okok 七天登錄送雅典娜 對七天登錄送雅典娜 好看一下 我記得他有一隻長得很像Saber 對我找給各位看 他有一隻長得超級像Saber的 等一下 找給各位看 欸有沒有看到 長得很像Saber對不對 那個配色 那個 除了奶子比Saber大之外 超像Saber的 好 OK 基本上呢 對 就是個這樣子的遊戲了 好 我們就繼續推下去吧 欸 感覺 沒有什麼壓力啊 就是一路撈過去啊 哇賽 來 哥布林之王 對 哥布林之王 哥布林之王 哇 喔 一 喔 喔 遇到王 欸我其他角色是不是可以做事情啊 其他角色是不是可以做事情啊 對 我的其他角色是不是可以做事情啊 哇 欸真的欸 其他人有砍到 好其他人有砍到 OK 其他人有砍到 好好好 還行 還行 其他人有砍到 其他人不是花瓶 OK 好 OK 哇 其實呢 整體他的那個對戰的那個動畫 感覺是頗帥的啊 是蠻帥氣的 對 挺帥氣的 但是呢 對 但是呢 就 可惜啊 他就是個放置game啊 他就是個放置game 基本上如果他 其實在我整體來講 我那時候會預載這個遊戲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畫風 就是那種像素2D的那種很像格鬥遊戲 我期望 能夠在手機上玩到類似像DNF的遊戲 但是 這款遊戲 對 很顯然的 他並不是那樣子 對 他並不是那樣子 哇 對 不得不說啊 他這裡面的角色真的很心爆啊 真的都 超級心爆啊 但是 遊戲性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遊戲性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我猜這應該有很多的角色可以玩 如果你今天是喜歡像 他整體來講 我覺得他以放置遊戲來講 他整體來講算是流暢的 然後呢 畫風上也不錯 也蠻好看的 然後呢 送五星角色跟券 還有抽獎的東西 也是送的挺大的 就是沒有 沒有說很摳 沒有說很小氣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喜歡放置類型的遊戲的話 那這個遊戲可能就不會很適合你 以上呢就是見客物語大概的遊玩流程 如果你喜歡放置類遊戲 然後喜歡這種2D的像素風格 然後再加上這種動漫畫風格的放置類遊戲的話 那這款遊戲還蠻適合你的 因為他在對戰的時候呢 他的像素的那個特效其實做的還蠻好看的 譬如說到前面那些BUG 那些BUG真的有點太腦慘了 應該要好好修一下之外呢 整體來講以一個像素的放置類遊戲的話 這款遊戲就是 好啦 就是至少還是中等水準 畢竟就是手遊啦 OK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之後薩克沒有新遊戲呢 我都會開箱試玩給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